韩国国家技术标准院公布的韩国人身体数据调查结果显示 韩国成年男性平均身高为172.5厘米 成年女性为159.6厘米 另外半数成年男性肥胖 国家技术标准院面向6800余名韩国成人实施了身体数据调查 结果显示韩国成年人的平均身高有所上升 男性的肥胖率也出现上升 韩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为172.5厘米 女性为159.6厘米 分别较40多年前进行的第一次调查 高出6.4厘米和5.3厘米 男性的平均体质指数为24.9属于肥胖 女性为22.6属于标准 47%的男性和将近23%的女性肥胖 35岁以上年龄段女性的肥胖率则较此前的调查有所下滑 腿长比率较17年前有所上升 这意味着韩国人的体型正逐渐西方化 而体现头部形态的头面宽度指数 则与40多年前相似 仍维持了典型的东方人比例 此次调查于2020年5月到去年底面向20至69岁韩国人进行 是每5年公布的一次国家统计 国家技术标准院将把此次调查结果运用到医疗器械和人体工学等多个领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